HELLO ARTIES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當然是在ARTIES的官方網頁 當然是要放ARTIES或者是ARIS 今天的ARTIES是南投的車友 他的車是9代的 11年是不是 11年 10代的這個是10代的 我換個鏡頭一下 這台是10代的 那他的改裝呢 這個是有金鴻大哥的ESE SPRING的那個拉桿 然後今天要安裝的東西呢 是KT道路版的避震器 KT的道路版避震器 在ARTIES的車友裡面 KT的話是真的是很受大家歡迎 而且我們工廠裡也有提供試乘車 可以讓車友們ARTIES的車友們試乘看看 那避震器呢就是 問我好不好做一定是不客觀 老王賣瓜 問我的話我一定會說好做 所以呢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夠來試乘看看 那覺得產品有OK 再來做安裝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ARTIES的前面避震器 它的避震器呢 10代 11代大概都是在這個位置 它有 因為座倉有前移嘛 所以在前檔 飾板的下方呢 就可以看得到上座 但是今天有點暗 因為現在晚上 上面的話呢 有一個調整鈕 KT的LOGO 那你就是調整鼠尼的地方 從那個地方呢 可以調整軟硬 從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藏在前飾板的下方 就能夠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KT呢 都有附上座 ARTIES的車款 前面還有後面呢 KT都有附上座 所以不需要拆原廠的零件來使用 就直接安裝上去就可以了 哈囉 哲凱你好 這套是道路板的 道路板的話呢 完工價是兩萬六千塊 那高低 軟硬都能調整 所以它的功能性的話 會比較多方位一些 然後前面的話 是配置了七公斤的它 那今天車友的要求呢 前面大概兩指半 後面大概兩指幅左右 所以我們這裡的調幅的話呢 降到最低 就大概是剛好輪胎跟葉子板呢 差不多是切齊了 後面的話也能降很低喔 這是前面 前面的話呢 離載串還沒鎖好 離載串的固定點呢 就是跟原廠一樣 不用再改短的離載串 就直接鎖原廠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它的前面的油管架呢 還有ABS感應線的扣具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裡面的阻尼油是用 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意大利IP的主尼油 是算是意大利很知名的品牌 譬如說意大利有重型機車的品牌 叫Aprilia 它的前叉的指定用油呢 用的就是IP的主尼油 那IP的主尼油是 一整桶從意大利進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 所以它的油的穩定度呢 很好 所以它的油的抗衰退性 也還蠻不錯的 那裡面的油封呢 所選用的就是日本NOK的油封 這是Artist的前面 後面的話也已經裝好了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原廠避電器 上座的話呢 就都不用再拆下來了 我們都有附上座 有附全新的上座 在拆裝上呢 師傅也比較方便 不用再壓縮彈簧 然後把原廠的電器把它拆下來 不用這樣很麻煩 還有後面的話呢 我們也都有附上座 這個是Artist的後面 後面的話 我們所選用的彈簧 是五光鏡的彈簧 然後它的下方的 這是下方的角座 所以今天後面的話 車高的話 大概會調整大概到兩指幅左右 所以最低的話呢 後面也有辦法到大概輪胎 跟葉子板大概只有剩下半指幅 今天沒有要這樣很低了 大概剩下兩指幅左右的側高 這是後面 Artist後面的懸吊系統 再來接下來的那個十二代吧 十二代的就走TNG的底盤 國產化之後的 它的底盤系統呢 就跟九十十一代就不一樣了 這個是它原廠拆下來的後面避震器 它後上座的話 就不用再沿用原廠的 因為原廠的使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可能會橡皮會老化 然後連接會損壞 所以拆裝上也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KT的裝上車就可以了 前面的話還在安裝當中 右前還在安裝當中 基本上這台車拆裝的時間還蠻短 因為第一個 它原廠的懸吊系統呢 算很好拆裝 在維修上面呢 對計時來說也很 很好拆裝 那第二點是因為KT 我們裝這台車真的數量 車友們真的很捧場 所以我們安裝的算是熟門熟路 所以拆裝時間呢 就會稍微比較短一些 10代阿提斯 如果是11代的話呢 有一點不太一樣 如果是X版的話 它這一顆螺絲的是不同規格的 如果車友有要 BN70車友之間有要交流的話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看看狀況如何 我剛剛塞的時候這個狀態狀況就不是很好 林玉瑞你好 11.5代 11.5代的話 可以到我們KT Racing的粉絲團 裡面應該也有分享很多的11.5代 價格的話也都是一樣 道路版的話都是2萬6 有含阻泥 有阿 這個的話呢 是高低軟硬 軟硬指的就是阻泥 高低軟硬阻泥都能調整 都能調整 都能調整 阿車友們如果有問題的話 不用客氣喔 盡量在上面詢問 現在在線上的話 我都會立刻回覆大家問題 線上的話也有我們KT北區的經銷商 好 鎖哥想改避震器喔 對啊 改了之後的話呢 操控性一定會比較好 那KT的舒適度的話 其實也都不錯 很歡迎就試乘看看 前面已經 已經裝好了 現在只有剩下前面 在做 把離仔串 還有那個油管架 把它固定好而已 現在在鎖離仔串 托盤還沒有敲 所以等一下呢 車高的調整 其實就是從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托盤 逆時針把它鬆開之後 它的腳管呢 往上挪 它的長度變短之後 車高就變低了 所以它的調高跟調低呢 並不是靠壓縮彈環來改變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乘坐感覺 都是一樣不會改變 師傅現在在做的動作呢 就是把腳管上方的托盤 要鎖緊 等一下還要再稍微敲一下 避免鬆掉的時候呢 就會有異音發生 現在稍微敲一下 好 敲緊之後呢 就可以上輪胎了 所以它整體的那個調校 就差不多告一段落 所以我們今天的那個 Artist裡面 粉絲團的直播呢 就大概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對產品有 有興趣 有疑問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KT Racing的粉絲團 詢問小編 謝謝大家 掰掰